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首先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历坛水舞秀3月9号登场 今年的喷头密度与数量再创纪录 要带来更为震撼的视觉饗宴 平宁茶博馆推出大链茶师特展 引进数位科技 让民众在寓教娱乐中 认识有千年历史的茶文化 南墙公商多媒体动画科 在新北市图新店分馆展出第四届毕业展 内容以动画、电玩游戏、商品设计等方式呈现 新年安昌里的安城公园内出现了龙猫彩绘墙 萌萌的卡通图案让公园更加欢乐 今天的平宁之美舞来报 将由平宁国小学生吴俊耀来担任小主播 去年颇受好评的平宁水舞秀 今年将在3月9号登场 不同于去年的图形水舞演出 这次是以长条方式呈现 并引进了高压喷气泉与水烟花喷头 组合出多元的水型演出 同时搭配了经典名曲 要让民众感受气势磅礴的水舞艺术 去年新北市观光旅游局首度在新店西畔 推出碧潭水舞秀 受到民众好评 今年从3月9号起要以新面貌登场 引进国际级最新水舞科技 搭配多彩灯光及国内外名曲 要带来更为震撼的视觉饗宴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局长陈国军指出 不同于去年原型的水舞演出 今年以长条形方式呈现 同时有高压喷气泉和水烟花喷头 水柱可喷达近30公尺高 还会发出如烟火碰碰的声响 气势更为磅礴 今年是一个长方形的 但是今年的喷泉的密度 喷头的密度是去年的1.5倍 那我想我们去年比较感觉上是讲了柔美 那今年特别要强调是气势帮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般 很少看到的水烟花 或者它整个波澜壮阔的一些表演 今年水舞有六大精彩必看 包括了优雅柔美的水烟花 波澜壮阔的海潮 华丽璀的皇冠 以及仙气缭绕的水墓等等 新店区长林黄元就表示 去年碧潭水舞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观赏 今年的表演更加完美 同时还可以结合周边景点旅游 相当适合一日游的行程 去年吸引了很多的观光人潮 因为碧潭的观光资源非常的丰富 周边还有河美山步道 可以游来浏览生态方面的 也可以赏银 四月是赏银的非常棒的一个季节 然后也可以规划一日游 可以到屋来去泡汤 碧潭水舞从3月9号起到4月30号 将展演53天 每天晚上6点到8点半 逢整点和半点都会搭配不同曲目演出 每次约6分钟左右 而周边商圈店家也趁势推出了限定餐点 同时还有优惠折扣 希望民众来欣赏水舞也能够吃美食 意想碧潭所带来的新感受 记者杨房友周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平宁茶叶博馆推出大链茶师 制茶工艺文化特展 除了展出难得一件的古董制茶工具 和精巧迷你的制茶机 更规划了AR光雕投影 红外线感测等新数位科技 同时还邀请到了平宁在地茶职人 带领民众更深入了解 已经有千年历史的制茶技术与文化 在茶屋上摸几下知名的链茶师 并会向神灯监鼎般冒出来 仗谈茶学奥妙 为了增加趣味性 平宁茶叶博馆这次推出的大链茶师 制茶工艺文化特展 利用红外线感测AR光影投影等新潮的数位科技 带领民众认识已经有千年历史的制茶技术 例如展览邀请了平宁专业茶职人 在光雕投影剧场现身说法 AR则呈现了韵味十足的老茶厂场景 从叶子这样子经过一些 这一个过程然后变成很甘纯的茶汤 那就像是在变魔法一样 好像是可以把茶叶淬炼成黄金茶汤 所以我们就赋予了这个茶农的 这个行业的茶职人 一个大链茶师的名字 就觉得他们很像链金术师一样的 具有魔法 这次的展览更展出了超大型古董制茶工具力壶 早年农家孩童甚至会躺卧在上头纳凉睡觉 它是早年我们制茶不可或缺的一个 所谓的炼茶神器 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竹边的一个竹盘 那早期我们会用来做茶叶翻角的动作 而这一套射箭全国唯一能够自动运转的迷你制茶机具 是以缩小比例制作 机械构造相当精密 我们这一次特别跟这个东三乡农会呢 商界了这个一套12组的制茶机具的这个模型 那它是比实际使用的模型 缩小是非常迷你版的 那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是可以自己运作的 所以我们很多民众看到都哲哲称奇 很多人喝茶却不了解茶叶是如何制作 以及制茶的辛苦 所以赶紧来茶博馆走一遭 了解制茶记忆的博大精深 记者声评张门琪评宁采访报导 南墙公商即日起到11号 在新北仕途新店分馆 展出多媒体动画科第四届毕业展 主题为没朋友 向文表示因为网络科技 与多媒体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因此同学们透过了各种媒体创作方式 呈现现代年轻人对社会议题流行趋势的关注 网络科技与多媒体已经和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 因此南墙工商多媒体动画科目前正在新北市立图书馆 新店分馆展出的第四届毕业展 便以没朋友作为主题 同学们借由各种媒体创作表达新兴世代想说的故事 从整个的规划设计主题的选择 到各类的展出都是由学生 经过指导之后讨论之后 花了很长的时间做出来的 那这里面呢 包含了我们学生令人很感动 就是说有一些是社会关怀的一个主题 譬如说酒驾不开车 然后有关怀这个世界整个的科技 科技媒体的运用对于生活的影响 因为我们活在比较 现在是资讯的时代 对 然后我们想要就是说 媒体影响我们很深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放下手机 然后关掉手机 看我们的就是生活上有很多事情 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在2D动画系列 有关怀社会酒驾议题的幸运与绝望 呼吁社会大众喝酒不开车 这支小排擦黑与白的战争动画 则是提醒人类要爱物喜悟 而手绘系列则有Just Be Friend 纯爱少女题材 同学们表示虽然创作过程中有许多争执 但能够一同完成相当开心 另外在平面商品设计系列 有CAMERO时尚女孩的简约商品 包括了T恤包包 呈现浓厚的年轻人个性风格 其中相当特别的飙风战车桌游玩具 在壁展现场受到同学热爱 南墙同学们利用了不同的媒体素材 将对社会的反思投射在壁展当中 相信透过这些作品可以更加了解现在年轻人的年薪世界 记者生平正门奇新店采访报导 龙猫卡通里经典的等公车画面相信让许多人印象深刻 而现在在新店安昌里的安城公园内就可以看见这可爱的图案 里长吕树娇利用了公园的一面水泥墙 携请志工帮忙画上了萌萌的龙猫 不仅小朋友看到很兴奋 就连大人都说 来到这公园心情都变好了 超级卡哇伊的龙猫来了 经典的龙猫卡通中等公车的画面 现在就出现在新店的安城公园内 安昌里里长吕树娇表示 去年这面墙是以手印作画的方式 让原本灰灰的水泥墙有了色彩 而今年则携请里内的志工帮忙构思和彩绘 考量到公园中多是由小朋友来游玩 所以选定了卡通主题 可爱的龙猫彩绘墙就这么样诞生了 他们两个就非常的积极去筹备这个图 那我就画下来 虽然墙面不是很大 但是主题应有的都有 小朋友来看了也非常高兴 那个雨伞红色的你看 就是他们在小孩子 他是先没有文字先有影像 只有影像会在他脑海里面 所以他会觉得他会非常棒的一个墙壁 不是那么单调一个墙壁 小朋友啦成人的运动区啦 尤其小朋友在看到这些画的话是最高兴 这个是最好 对于这一个公园的一个美化 以及休闲来讲这个非常棒 看到公园里出现了某某可爱的龙猫图案 不仅小朋友很兴奋 就连来休闲的大人们都说一走入公园 看到缤纷的墙面心情都好了起来 而想当然的这里成了安昌里拍照的热门点 里长吕淑娇表示非常感谢志工们的帮忙 从打底开始到上色大家非常尽力 未来更希望这面墙可以成为里民挥洒绘画专长的天地 只要是我们安昌里里民 有小朋友家长 他们想要为安昌里做画 这一片墙就可以当他们的画布 跟我联络 那材料由里办公室这边使用那个经费来提供 那让里民自由去发挥他们的专长 大大的龙猫呆呆的模样 让路过的里民总是忍不住多看极眼 本来就充满欢笑的公园 现在有了龙猫彩绘墙 更增添了疗愈的效果 让整个安昌里更加欢乐与喜悦 记者杨宝友超发起新店采访报道 广告号继续来看平宁之美 我来报单元 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上网方案洗八八块 您是哪一家呢 现在跳槽大新店宽屏 我们挑战市场最低价 500妹光鲜上网 每月只要799 马上转立即省 快破2917 3939 还有还有120妹光鲜上网 每月也只要599哦 速度越快 时间越慢 用更快的速度 摆脱时间的束缚 大新店宽屏 500妹光鲜上网 急速登场 快破2917 3939 大新店宽屏 Healthcare健康保健室您好 宝宝大完疫苗后 为什么一直发烧啊 我老的最惊心头的宝宝菜 要看他身后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按下服务键 健康管理师将提供您 24小时的健康咨询 还有量测型服务 云端储存 并追踪健康数据 两种方案 满足您不同的健康管理需求 现在申办Healthcare健康保健室 专属您全家人的健康照护 今天的毗临之美 我来报单元 将由毗临国小的吴俊阳小朋友 来担任小主播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大家好 我是小主播 我叫吴俊阳 毗临茶叶 放选第五场要关 举办自查技术竞赛成员 吵太老忠青三代 这次比赛最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大家能够从过程当中彼此交流 分享自茶经验劫持提升自茶技术 平临茶叶产销班第五班举办自茶技术交流竞赛 18位参赛班员包括老中青三代 同时也来自不同的自茶厂 大家各自拥有不同的自茶技术与诀窍 虽然是彼此竞争 但每位茶农都乐于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经验 第五班班长花云雄表示 这也是举办这次竞赛的最主要目的 希望能够改变过去单打独斗的自茶形象模式 透过切磋 观摩 传承 提升产销班的自茶技术 让平临的包种茶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为了提升我们的技术还有品质 所以我们前班决定来举办这个技术交流 大家互相观摩这样子 提升我们的技术 然后也提高我们班里面的凝聚率 做成茶的话 每个茶笼大概都会认为它的技术很好 然后借由这个比赛互相切磋 才知道说我这个气候环境下如果去微调 来做好这个包种茶 所以说主办单位希望能够借着 这个竞赛的话能够提高我们茶笼的 这个的自茶技术 第五官班员对于这次的自茶竞赛也都给予肯定 班员王文生就指出 平临茶产业面临时代交替的阶段 经验丰富的茶笼可以将心得分享给年轻一辈的青龙 而青龙苏玉郁则表示 长辈的精神与功夫相当值得年轻人学习 我们这个办这个竞技大家这个技术交流 有一些是比这三中生代这一些就有一些老的这个食物来带动 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可以让年轻人学习很多 我们台湾的一些传统精神 那也有利于年轻人可以走向国际 在现代与传统中去做一个融合 平临区区长施明慧在百忙中也抽空前来参与这场盛会 他表示这次的自茶竞赛对于平临茶产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可以借由这一次这个活动让学员们互相的交流 那这边也非常恭喜他们18个学员全数都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因为产业需求的改变高经济价值的茶叶渐渐迈向种植不重量 因此唯有不断的提升技术 才能够让平临的茶叶销售在市场上继续占有一席之地 记者陈平咱们齐平临采访报道 接下来看宝贝亚有哪一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大兴电健康保健室全新上市 24小时全年无休专属您全家人的健康照护 六大服务轻松掌握全家健康 每月最低只要399元起 活动详情请洽2917 3939 挑战市场低价 跳槽大心电宽平正划算 现在申办500枚光鲜上网 每月只要799元 最高再送超商礼券2000元 马上转立即省申办速洽2917 3939 为鼓励使用绿色运具 新北市3月1日起实施电动汽车路边每日3小时停车免费之优惠 电动机车当日免费 鼓励市民使用电动汽机车 相关资讯可到交通局网站查询 新北市新换购电动二轮车及淘汰二行程机车补助方案 截至起开始受理申请最高可补助28000元 详下电动二轮车补助占线02 2965 1501 顺应一化世代潮流 新北市特别建置新北市各区调节委员会 线上申请调节服务系统 并定于3月1日正式启用 欢迎市民多加利用 以上新闻内容都刊登在大新店有线电视的网站上 欢迎您上网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门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